之後也許是老天爺聽到我的心聲 我終於談了一段比較成熟的戀愛 對象也比較成熟 我覺得這個對象對我來說很重要 它讓我知道怎麼樣可以比較有對的方法談戀愛 用比較像以前那麼戲劇化的方式來面對另外一個人 畢竟你知道我這個人 愛情就是這樣 因為它是面對一個陌生的人 也沒有許多關係 可是你們卻要很密切的相處 所以這其中其實有很多的詢問 有很多的我覺得是要靠一致你要去想 或者是你要用一些自己的手段 比如說撒嬌 或是用一些溫柔的方法 我很謝謝就是這一段讓我可以激發的這些動詞 那當然這個過程呢 不是總是那麼美好 還是會有一些難過的意思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選了這樣的一首歌 陪我也是一起聊上 那為什麼會選這首歌 就是因為成熟的戀愛 成熟的對象 比我年紀稍微成熟一點 所以它總是說 我就是很可愛的 所以那時候就有了自己這一首 聊上了起來